蔡英文他為什麼不敢還稅於民 那緊扣著這吳家董事長講的 就是說其實說到底 操爭他根本就是一場騙局是不是 那更其實我們政府一直有財政危機 因為我們是一個赤字政府 那蔡英文反而還不管那麼多了 你接下來通通丟給 通給下一任來傷腦筋吧 是這樣嗎 我講蔡英文他整起事件的動作 我先講第一個 這整個故事就是這個 堂皇普禪 黃雀在後 怎麼說 原先最原先是什麼 是財政部提出這樣的構想 然後說其實我們今年預估 因為根據這個預算法的關係 我們編列的會超增大約4500億 但是目前定調是沒有要還稅於民 但是後來之後 包括國民黨先開第一槍 說希望這個能夠普發現金 把這個全民福利發放給全民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之後 民進黨才開始有的討論 是蘇貞昌先提出所謂的 恩貝券的構想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被民進黨的綠委 以及殷系 政國會陳廷飛這些人 給打臉嘛 他們說什麼 不行 你要發放現金 你要讓民眾有感覺 所以後來才會召開 所謂的國安會議這件事情 可是我講 國安會議這件事情 其實就很奇怪 因為涉及經濟的議題 又不是兩岸 又不是國防 又不是外交 跟總統怎麼會有關係呢 所以顯然嘛 蔡英文伸手做出這樣的動作 就是一個目的 想要攬權 並且警告蘇貞昌嘛 跟蘇貞昌講說什麼 權力是我給你的 但我想要誰可以收回來 但蔡英文在這樣的契機之下 當然你說他整個政治氛圍的操作 要嘛是現金 要嘛是恩貝券 但蔡英文最後為什麼決定 要把這個稅收拿來做虧損的彌補 他就是要展現自己的power嘛 這其實是一個重點 可是千料到萬料到沒料到什麼 原先這些立委是反對蘇貞昌的 政國會跟這些英系的立委 原本是對著蘇貞昌的 蔡英文在旁邊看 搞不好還喜之之 結果沒想到蔡英文一公布之後 這些立委反過頭來 連總統都咬嘛 連總統都咬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些人 他們即將面對到什麼 2024選舉 他們有選民的壓力 他們有民意的壓力 他們要直接面對低限的選民 就像剛才講到的 辦公室電話被打爆是什麼意思 未來要選舉是他們 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2024做完 她就下來拍拍屁股走了 對 她連雙手一攤不關的事 所以才會有現在這個狀況 那過去為什麼沒有 因為過去這些立委 至少他們可以信賴 仰賴黨中央的機器 以及黨中央的力量 有辦法獲得勝選 只是民進黨過去打了組織戰 但是新年度變成什麼 速倒胡森散狀況 所以我再坦白講 蘇稱昌今天做這個動作 完完全全是 我覺得是突襲蔡英文 怎麼說 因為國安會議那一天 不好意思 蘇稱昌也在吵 那當天立刻有了結論 蔡英文說 這個對於稅收相關規劃 要錢用在刀口上 應該是不會發放現金 那個時候第一版的定調 已經出來了 蘇稱昌也在會議裡面 理論上來講 他完完全全知情 而且也等於是替這個政策背書 但最後蘇稱昌卻在今天 用這樣的方式 突如其然的說要用 發放現金 那他為什麼有這樣的底氣 不是說蘇稱昌 他有參加國安會議 他完完全全知情這件事情 他這個底氣來源 就是因為這些民進黨的立委 他抓到這樣的契機 他知道說 即便這些立委是對著他來 但這些立委現在 也不願意站在總統背後 現在他們所站在 最大的支持力量背後是什麼 叫做民意 宇軒講到這個就在剛剛 就在剛剛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上發文呼應了 他說 還剩下1800億元的部分 經過這幾天的討論 除了要預留一筆錢 因應不實之需 我們將保留一定的額度 用發現金的方式來作為 全民共享的方案 對 所以我就講了 我在特別在留言上 其實也有寫到這件事情 唐磅補償黃雀債後 但真正的黃雀 蔡英文原本以為說 好 我一手就把這個蘇稱昌給 放下來了 結果不好意思 搞錯了 最後真正的黃雀是誰 是民意 因為選票才是真的 民眾的意見才是真的 蔡英文現在 透過這樣權力的施展 結果最後被民意給制裁 被民意給懲罰 蘇貞昌嗅到這個味道 他老江湖了 利用這個契機 反江蔡英文一軍 但你說這些立委 真的是站在蘇貞昌身邊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叫做 兩個落水狗在互咬 一般人家說棒打落水狗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蘇貞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過去大家說是蔬菜體系 但事實上現在就兩個人的現況 都是落水狗 那你蔡英文好 他這個非常的危險 怎麼說 今天他是想要施展權力不成 想要展現自己 仍然沒有跛腳 結果反過頭來被民意懲罰 被蘇貞昌還利用這場棋棋 反江一軍 更證實一件事情 請問蔡英文現在這個轉向 這個轉彎看在民進黨立委員眼裡 會有什麼想法 確實嘛 我們撼動得了總統了 我們不再是立法院的橡皮圖章了 今天我們有底氣 我們有民意做背書 反正你也沒有能夠 再給我們什麼樣的資源 在這種狀況之下 蔡英文接下來任期 是會很辛苦的 我們講到蘇貞昌跟蔡英文的關係 特別是這一次 我覺得他是在耍他的官位 怎麼說 過去在2011年的時候 大家仔細去看 當時蔡英文還是黨主席 蘇貞昌也是前行政院長 那個時候蔡英文去拜會蘇貞昌 蘇貞昌竟然六度逼問他說 那你未來要給我什麼位置 那你未來要給我什麼位置 請總統告訴我我要坐什麼位置 什麼意思 蘇貞昌跟蔡英文的互動 向來都是如此 即便他已經擔任他的行政院長 過去雖然兩個人關係利益緊密 結合在一起 如今兩個人利益是相背離 蔡英文想要任命 自己的懲戒人上任 蘇貞昌只是一個絆腳石而已 原本想要去踢這個絆腳石 這個絆腳石怎樣 原型必錄 馬上展現出他的人格特質 他今天這個動作就跟過去 他速度去跟蔡英文耍光威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絆腳石踢不走了是不是 如果這樣看起來 蘇貞昌會做下去了是不是 所以我就講 這個叫做兩個落水狗互咬 蘇貞昌他覺得說今天挾著民意 將了蔡英文一軍 可是不好意思 這些民意也不是站在蘇貞昌這邊 是啊 今天最先提出來的是誰 是王鴻輝 是國民黨 然後這些民間黨立委只是跟進 那這些人的底氣是什麼 是因為民眾希望能夠看到發放現金 所以你說到頭來 最後面這些立委 包括政國會跟這些鷹派的 難道會支持你蘇貞昌 也不是吧 他們跟你也是積怨已久 我先前已經談過好幾次 不管是BNT或上一次我被券 這立委修理你修理得非常凶 所以在接下來這一筆錢 到底會不是交我蘇貞昌發放 我是抱持著懷疑態度 因為即便蘇貞昌占了這樣的風頭 但是蔡英文還是掌握任命權 他還是掌握改組的權力 有可能到時候發的人是陳建仁 對啊 發的人當然是陳建仁 我講的今天蘇貞昌只是一個民調 滿意度占34.7 已經是快要不行的一個內閣隔魁 把這樣的一個credit這樣的一個紅利 交給他去發放 民眾難道會比較高興嗎 對不對 大家只會覺得 你蘇貞昌欠我的剛好而已 但是你如果交友陳建仁 做一個起手式 那當然整個結果跟感覺就不同了 但是回過頭來 這一筆錢真的應該發放嗎 我們講到整個財政稅收 尤其是蔡英文說4500億裡面 2000多億要拿來補台電跟中油 不好意思 台電發生的問題是什麼 台電發生的問題是因為錯誤的能源政策 太過於仰賴所謂天然氣以及燃煤 導致說天然氣跟燃煤在國際的物價 通貨膨脹下漲了將近多少 將近兩到三倍 所以他們的發電成本才會大增 我就問如果今天是按照過去蔡英文所講 綠能配比2025年可以達到所謂的25% 或者20% 甚至15%就好了 那今天還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狀況嗎 我想整個財政問題會減少非常多 而且大家都會講 你之前才說要替這個台電增資1500億 還不是拿來彌補所謂的發電燃料的虧損 還是拿來做什麼管線配入的維修 所以大家就非常傻眼 那你之前還被報什麼 台電還出現福報加班費的狀況 就員工濫報加班費幾千萬元 然後結果最後面怎樣 只歸還幾十萬元 但你問大家就問說 你台電是如此作為錯誤的能源政策 基層螺絲也沒有鑽緊 那為什麼要由全民操徵的稅收 來去替你買單 這完全不合情合理 所以即便他現在轉過頭彎 但是還是打個折只還1800億 我相信對於民眾來講 這感受度也不是會是好的 對 宇軒講的沒有錯 的確你蔡英文口有聲說錢要花在刀口上 那刀口是什麼 刀口就是你錯誤的能源政策啊 好 那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看到受到惡物戰爭的影響 還有國際天然氣的價格 剛剛宇軒特別提到了嚴重飆漲 那我們現在極度仰賴天然氣 好 所以來看到中經院的這個 呃 陳忠順博士說 這使得你知道嗎 這個去年2022年很驚人 台灣的天然氣進口成本是歷年之最 光是去年的一花天然氣購買份 又超過了5800億 5800億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相當於兩座核市場的興建成本 而且這樣的燃料成本更可怕的是 2023年只會更嚴重而不會停止 2024呢 2025呢 我跟你講這一定是一路往上加的好不好 2025非核加元這個綠能的這一塊 占比20%怎麼可能嘛 遠遠不到 所以跳票啦 跳票了之後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燒更多的煤 進口更多的天然氣 然後你就價格不斷的往上加 好 那這個是蔡英文口有聲說 要補貼的部分電價的虧損 但是剛剛我們看到了 蔡英文也從善如流啦 她也轉彎啦 說這1800億要發現金給全民委員 她終於屈服了是吧 蔡英文本來是用 我們節目才進行半小時 對啊 就屈服了 國家安全會議的這種明堂 來討論這個有的沒有的 我都搞不懂 國家安全會議是討論那些事情的嗎 對 錢的事情誰 依憲法規定誰才有權力管 是行政院跟立法院才有權力管 跟你總統什麼關係 說難聽一點 抓頭沒你的名 抓賣沒你的事 總統就是管不了這個預算的權利 有誰說總統可以管預算 不是你問波基他們 還有我們雨萱他們跑新聞那麼久 你聽過總統管過預算沒有 管過錢怎麼發沒有 全世界不管什麼內閣制總統制 錢一定是國會管 現在老百姓要你發啦 你不要跟我搬一些 當然我的好朋友吳子佳 他不懂財政啦 但是如果他有興趣 我可以跟他辯論一通 這個不是我臭屁啦 在財政學問跟理論的時候 有一個人都給我低頭 那個人叫什麼財政部長林全 好不好 當時我們兩個在議論的時候 軍公教的這個要不要課稅的問題 我說軍公教要課稅 一定要先什麼 設立最低稅付制才能課 後來他乖乖的去搞最低稅付制 後來軍公教的問題在解套 我說制度就有一個很複雜的邏輯 不是隨便這樣講一講而已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主張要發呢 第一個他超收的額度 已經高度不合法了嘛 就是不一定是違法預算 是不法預算 就不符合法律規定 你跟老百姓收來的錢 你知道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式還給老百姓 沒有任何責任 不需要立什麼法 天經地 結果川普在發的時候 有沒有立什麼法 沒有啊 沒有好不好 爽快得很 對啊 你說香港在發的時候 立什麼法嗎 新加坡發立什麼法 都沒有嘛 為什麼 這是稅計的剩餘 那有人說我們台灣 因為稅計沒有剩餘等等 我們負債很多 一筆貴一筆 我們為什麼負債 你前瞻計畫所產生的負債 你是發很多公債 去到銀行裡面去 你現在什麼叫做 拿我們的超收稅金 去把銀行裡面的債券 給買回來 你什麼意思 你在補貼銀行 不是在補貼政府 因為那個都在銀行裡面 你說誰手上有政府公債 全部都在收了大銀行 跟保險公司裡面 所以這說不通的嘛 那好了 你那前瞻預算所投下去 你要講求它的經濟效益 由那個經濟效益 產生的稅收來補 跟我們這個超收稅 預算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不要跟我談那些什麼 奇奇怪怪的這些稅收理論 所以為什麼這一波你看到沒有 剛開始行政院還想要找很多財政 跟經濟學者出來幫他們講話 沒有人敢 為什麼沒有人敢 他知道理論上講不過 實務上也講不通 那再來他們現在東扣西扣 我要勸蔡英文跟蘇貞昌 一萬塊一毛不能少 沒有討價還價 你以為現在蔡市場是不是 錢是你的嗎 你蔡英文的嗎 如果你蔡英文我可以討價還價 不是你的 而且是國會從來沒有准許 你收那麼多 什麼叫做預算權 就是沒有准許你收那麼多 那如果說超收一些零投 我們就用零投零用金來處理就可以 現在超收了一大筆 超收的金額是比 綜合所得稅還要多 對 會超收的本身就很有問題 當然是很有問題 好吧 不管有沒有問題 你竟然超收了 那對不起 還稅一名 那最公平的還稅方式 有人當然主張說 是不是稅腳多多費得多了 舉錯的 因為你預算通過是 人民一票一票核准的 退回來是根據 美國憲法上最有名的 叫做平等付稅權 對不起 還回來 男女老幼 不分地不分東南西北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這個時候只要講 我們是同胞 不要講說 這個我繳的稅比較多 這個誰繳的稅比較少 那我要分得多 這個講不通的 一人一萬塊 而且要春節以前能夠發 你不要拖到春節以後 說要給陳建仁發 那很無聊吧 怎麼辦 這錢是你家的是吧 你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在發紅包給我們過年是不是 說不通 我們也不需要跟你拜年 這種卡也需要跟你拜年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裡面 一個觀念上大家理清楚 我們今天政府要回來 這個超收的稅金 每人一萬塊 總共兩千三百多已經過客氣了 我們並沒有要求 四千五百一通通還 我們剩下的錢是給你放在那邊周轉 不是說什麼 你可以拿去亂花的 如果你再拿去蓋天花板會掉下的旅球館 跟你翻臉我跟你講 所以我是覺得他想的都不對嘛 你說你要去那去什麼 什麼育兒零歲到兩歲 總統你講這幹什麼 那台北市長 那新北市長 那雲林縣長 那個是高雄市長的事 不是你總統的事 所以他把很多不該總統管的東西 拿來自己在那邊亂管一通 結果我更擔心 他說我們開國家安全會議 都沒有討論到要不要發現軍的問題 但是我們有討論到 大家經濟辛苦要補貼那個補貼那個 那是行政院長的事 你總統要談國家安全 談什麼東西 中共軍機又來了 美國要我們買武器 對不對 這才是你要去管的事情 就這個事情你不管 反而你倒過來跟老百姓斤斤計較 說現在剩下一千八百億 因為其他的錢我已經花掉了 對不起 沒得談 因為你去年也超生的 我沒有跟你算帳 去年因為他在疫情裡面 雖然沒什麼刑警跟你算帳 去年疫情你也超生的 今年又超生更多 對不起 每人一萬塊 一毛不能少 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